大家好,我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信息数字 我上传视频的网站只有三个 优酷,B站,还有YouTube,其他的网站都是倒播的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见我的视频呢 还是欢迎来之前我说过那三个网站 你看你哪个方面就尽量在哪个网站上看 这样的话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的 另外就是B站的用户啊 B站在8月份搞一些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 请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这样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我们回归正题吧 我们上期来了赫尔南德兹还有德科 德科试了半场一般 赫尔南德兹试了两场我也不喜欢 不行让赫尔南德兹踢一边风 我在想 然后还是让凯恩去打前锋吧 不过还是我先去抽个数字 没准备抽到什么新的球员进来 看看今天抽到几 六 比赛中使用一名亚洲球员 我还有个亚洲门将没用 伊朗那个身头长到84 之前是不是用过他一次 亚洲 除了这门将身头都好烂 而且好多伊朗呢 我们试试这日本的吧 科巴亚西 大家认不认识感觉年龄也不小 主要是那个伊朗门将试过 再试也没什么意思 也不是太大 87年出生 30岁 嗯 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还是看NTV首发 然后开场之后啊 我们把日本这个边峰啊换上来右脚嘛 踢下巴下尔吧 然后邓布莱去踢左面去 邓布莱来弱势角比较好 我们还是在小组赛 小组赛一胜一负嘛 这场比赛赢或平都有机会出现 这边这个感觉对手很业余的样 就其实搭配身型 明明这个稍微调整一下花会更好 它都没有动 都磕 有点太犹豫 主要准备时间太长了 我苗比较多 就出脚慢了 还不直接抡一脚 马多娜 1-0 这是马多娜 2-0 马多娜帽戏法 马多娜又捡了一个大自喜 对面还是退 拿了10分 这个日本这个9.0的有助攻 一个助攻 先把卡包开了 再去抽评论 又来了日本的 这是莱切斯特长的前锋吧 下次游戏再试吧 波牙前锋 不可能是C罗吧 哎 移标正常 没有什么不错 我们还是一是优酷 二是B站 然后三是YouTube B站 这个B站 上期说这个其实评论可以抽奖 这个大家评了200多条 非常感谢 无形中还是拉低的这个正假的概率 现在可能就86.5%了 不过那应该也还好啊 比这个抽中这个C罗或者大罗的概率高多 看怎么抽啊 232条评论 哎呀 之前重复的评论我还删一删 我还是扫一遍吧 对另外大家就留言不要重复啊 这个你重复你就增加了自己的重量概率 拉低了其他人的重量概率 这样就不公平了 而且我删起来啊 是吧 也比较费劲 之前少五六十条了 慢慢一会就删完了 这200多条删到好年马月去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没什么重复的发言 这B站呢 这贯出素材很高的嘛 好留9的 1到7 你们不看节目闭着眼留啊 留FIF-19有什么用 你要FIF-19 你想要FIF-19 到时候这个比如抽到你了啊 我会私下可以联系的 然后你看你想要哪个呢 我就给你哪个 这都好商量 这个重复也都删完了啊 我们现在一共是223楼 我们抽楼层吧 不然数评论都数不出来 看看抽到几 15楼 抽奖的规则是信息数字结束的时候啊 然后再统一一起抽 然后捐鱼丸的是一个池子一起抽嘛 剩下就是在评论区里抽 然后其实重奖概率 You酷啊 YouTube啊还是这个B站都是一样的 大家在下留言都可以 那个规则的话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翻到这个第07看一看吧 然后我估计信息数字结束 应该9月份左右吧 因为9月底FIF-19就出来了 然后只要这个世界杯好人玩 我就还能做 我为什么一直做世界杯呢 其实一是世界杯这个做起来 不需要很多金币 我大话被删了嘛 二是其实世界杯模式的这个Gameplay啊 就是玩起来的手感啊 我更喜欢一些 那普通UT现在全掌数值都已经长乱了 就都太快了 而且已经失真了 感觉在这个世界杯里呢 还能提提传控什么的 我觉得我个人反正玩着还是可以的 15楼在这儿了 非常感谢这名朋友巴萨罗纳W2开三个卡包 开门已经不稀奇了 国籍法国法国 法国应该又好 又不是又娃娜回来了吧 乌姆迪迪 乌姆迪也不错 乌姆迪也不错 可以替下鲁迪格来个有用的 乌姆迪迪这升完值之后 升完值数值之后又高又壮 这也没这比娃娜还好用 非常好 其他的没什么 乌姆迪但是真的是非常好 恐怕你又来了 先寄也可以 这卡包太烂了 还竟然我抽到三个重复 波牙波牙又来了 又是前锋 又是席吧 C罗 你回来了 哇 这期卡包可以啊 我还有一会心啊 终于就抽回C罗了 那个之前我大号上抽到过C罗 大号上是那个 大号上是那个世界杯第一个卡包 C罗就来 不过这个号终于最后抽回C罗 96 速度才91啊 没有想到这么快啊 哇 这卡包还有勒马尔 孙新民 哇塞 这卡包要疯啊 这卡包疯啊 勒马尔可以试试 勒马尔虽然这个星数少一点啊 但是速度控球还是很夸张的啊 淘汰赛之前啊 阵容得到大幅的提升 这个研究一下啊 马西尔也换来 马西尔看踢怎么样 马西尔接踢一般 哇 九场比赛只有两个主攻 可能是位置的原因吧 这换上勒马尔 然后凯恩也下来吧 C罗竟然来了 是吧 对面这种也是挺不错的 马特乌斯 我都没动 他做了个这个叫什么 布兰科跳吧 啊 被反击了 1-0 感觉得把这个梅西坏上来 这球我要不减的话 不整的话 本来就是我 哇塞 马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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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邓北莱又推偏了 基本上半个空门啊 C罗 哇 竟然踢到后面身上啊 啊 哎 被刨空了 2-1 我也是梅西 跑一半被人断了 人家就刨空了 啊 梅西 哇 我们不是一个梅西吗 我这弹刀 也是弹刀啊 马多娜 1-1 哎 好 我感觉他这门将比诺尔还好啊 不破蓝的字 远位 哇 1-2还是输了 前场表演都太差 对面这个踢的高压啊 别人高压踢我 我不是很舒服啊 可能舒服比较多吧 但其实也有些机会 运气也差一点 C罗的手绣不是太好 我们今天捐一半最多的是全色 天下有情人 非常感谢KIRYM 还有A285 什么的 全色说做个传奇 做个传奇 啊 还有卡包 我们先把这卡包开了吧 然后再去做那SBC 我一样中我那个普通游体的大号 第一次出到C罗之后啊 紧接一场比赛 结束 就把这套整个陷阱了 尹格兰 雷克尔 雷克尔来了 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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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用 这差的基本上 从手到尾抽一遍了 还有还有差的没抽到过 没了吧 蓝克尔来了就来了吧 一会我们试试他 不让他踢前锋 然后踢个前腰 我们这个前腰跟前锋的差吧太多 我们前腰后插上还是很多的 一会踢着色连上踢踢 看看他怎么样 对面这要阵容一般 我感觉我这场这期比赛就是在坐这个电梯啊 出了小组之后碰着一个还不错的 第一场比赛很烂 然后这又一个阵容不太好的 蓝克尔踢边缝 蓝克尔跑的不是快吗 这个没锡还是踢回前腰啊 我喜欢用没锡 蓝克尔踢右门 但我们俩踢左门 蓝克尔 蓝克尔射门还非常好的 其实射的很别扭嘛 结果还是进了 1-0 没锡 C楼助攻没锡 多美的画面 对 那好吧 我们今天这期训练数字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留言 1-7 你这个希望我做的任务代表的数字就可以了 还有机会这个最后的时候抽奖 最后呢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支持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